我在其他堂的崇拜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经历 五堂没讲过就没有讲过了 你听过就不错了 这个经历我自己也很深刻的 话说我三十几年前读神学 读神学院他们那时候就有些叫体育堂 都是学校一间 体育堂的时候我们就打篮球 打篮球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他颇为高的 整个六尺高的 六尺高通常很坏的 欺负我的矮子就拿着篮球底 那我的矮子怎么也拍不到篮球 那我们唯一的做法是怎样呢 撞他 我们做得不会这样的 我们假扮拍球 兜头兜面拍他的臉 谁知道那次就出了事了 他又是玩我们 递起个篮球 我们拍不到的时候 撞他又肉酸 又滑晒神浪山 那我就兜头兜面拍他的臉 谁知道一拍他臉的时候 他整个副眼镜掉到地上烂了 于是乎 那时看了堂是晚上 第二天一早就在神学院附近的眼镜 配眼镜 三十年前 快镜要多久 多快啊 多快啊 那时也是快了 早上配晚上又可以拿 都算了 三十年前 现在就说 大抗即换 于是乎到黄昏的时候 即是晚上入黑的时候 这位同学就跟我说 因为我拍了我的眼镜 他就说 Jim 你带我去拿眼镜 为什么要我带他去拿眼镜呢 因为呢 因为他原来真的戴近时的 入黑呢 就是要领核子地去眼镜 免得被摔倒了 那又有些水灸 那我就陪他去 那去到眼镜 那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事 令我黑骨明深 就是呢 当我去到眼镜 那时候呢 那位老板呢 一个中年男人 就跟那个妻妻聊天 那我去到门口 好像没有空招呼我们 他聊什么内容呢 他在说这些时辰八字的东西 嗯 你的孙子呢 就改什么名字呢 就五行灵骗什么呢 那些东西 就是说时辰八字的东西 那我们来到一会儿 我就说了 老板 我们来拿眼镜的 啊 行行行行行 接着他就搞定他的东西 然后就跟你谈了 啊 你今早去 现在有了 你试试对不对 那试完之后呢 老板呢 就有些销售的技巧 就说 跌眼副眼镜很不方便的 我说佩多库 佩多库呢 那你知道 我们在神学生 都比较贫穷的嘛 那我同学就说了 哎 没钱啊 一说没钱这句话呢 说时辞那是败 这个老板呢 一个战步走到我同学面前 用手托起他的颗头 咦 看你的相 不像没钱啊 你今年贵金啊 你知道了 我们是神学生 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 我怎能够 就是 和应去看上这个样子呢 于是乎呢 我们免得带他去神学生 于是我们说一句很正气的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不信于美的 这次李小龙 我是中国人 不客气的感觉 怎料我打算说一句话 打发去走 算了 怎料他说一句话 令我一身名忌 你是基督徒 我也是啊 接着他就说 我家店里有十字架 是的 我真的有十字架 接着我再问 你回哪家教会 他想着他回过一两次 扮几个 我回教你比你更久 我说自小回教会 我妈托着我 我已经回教会 我三代基督徒 我带我回头 于是乎呢 当然我们最后 没有再配多福了 但是这个对话 接着他就说 我自小回教会 你说哪首诗歌 什么诗歌 第几首歌 我会背给你听 我整个家族的基督徒 我听完之后 我自己的心很大的 遗憾 原来今天很多人 他有回教会 他自小回教会 甚至有几代基督徒 但他今天生命的承受 他今天生命的核心 和耶稣完全没有关系 他还是做了上帝不喜欢做的东西 看相、占卜、文卦的东西 于是我就问这个问题 甚至这个成为我今天 去目会一个问题 今天我的回众 我的弟兄姊妹 我所目仰的人 的弟兄姊妹 他们的生命 是承载着什么呢 是挂名基督徒 只是在报道会 决过节就说是基督徒 只是在填表架的时候 宗教信仰 基督教就算呢 耶稣是否满意这种的关系呢 耶稣是否满意这种的生命呢 这个对话给我很大的提醒 我纳志说 不要在阳这些有宗教行为 没有跟随基督的人 继续下去 我不是杀了他 我是说他要去生命改变 要去学习跟随耶稣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 大家都会背的 背道的地步 你再听详牧师说 都是说来说去那些东西 有什么好说呢 对我来说 是一个挺挑战的经文 因为太熟了 但是我尝试用三 用一个门份的角度 再看这段经文 首先来说 如果当这段经文 譬如马太方用希列文写 希列文读出来 你都不知道说什么 但是我用这个直译的方法 就是要根据上文下理 其实要直译就是说 所以你们要去门份所有民族 施洗他们 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这句话和我们读的和合法 有点感觉不同 你们要去门份所有的民族 施洗他们 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一会儿我们再看这个直译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首先来说 我要给你们一个概念 有一位神学家 Peter Weller 是福拿神学院的教授 当然他后期年老的时候 灵恩我不管他 但他早前半生 他写了一本书 他说到全福音是有三个阶段 福音传递是有三个P的 三P是什么呢 第一 是Prepare 福音御工 而很多时候 今天你和人讲见证 今天你的生活见证 就是福音御工 你怎样带他去信耶稣 首先来说 你觉得你的生命有改变 或者来参加教会聚会 旅行等 都是福音御工 第二个步法是什么呢 副副 就是宣讲福音 我们讲三福 四六 福音桥 或者很多方法 祝耶稣九一完整整 告诉对方 邀请对方缺词 这是宣讲第二个P 够不够? 完没? 还差什么? 报道会缺词 还没收工 还有第三个Prepare 就是说说服对方 跟随忌道 原来我们不单止他缺了事 而且告诉他神的道理 邀请他跟随忌道 好了 想考大家 第一个P 福音如工 第二个P 福音宣告 第三个P 说服跟随 哪个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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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再看语经文的时候 可能给大家一个新的观念 去看大使命 第一个 当耶稣说 你们要去 例如 希腊文的读法 《Prophetes》 这个词 是出去的意思 前行的意思 甚至是旅行离开的意思 曾经在《马太方》第二章九节 三位博士 看见天上的明星灿烂 于是去尋找新君王 不知道去到多远 去找到耶稣 甚至《马太方》十八章二十二节 就说到牧羊人本来有一百只羊 有只走失了 走出去找那只羊 就是这个去的意思 原来这个去是要如何? 出去 你的信仰 你的传递 你要出去这个世界 面对所有民族 今天我们的信仰是要面对世界的 不是教会里面唯威唯 在这里真好就可以 今天我们的信仰 他要过得人 过得世界 有些人自名称高 出去说这群人犯罪 这群人不圣结 这群人本有罪污 自己高高在上 这样的态度 那些人不相信你吗? 曾经我听过一个这样的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香港有某个极端的教会 他们很好的 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有很多人栽培他 但是他们就说 你要分别为圣 你以后信了耶稣 和一些不信主的人 要保持距离 于是这位青年人信耶稣之后 他就不跟家人吃饭 信与不信 不能同坐一桌 于是慘了 然后他阿姨就回到教会 于是这位青年人的父母 就跟他的妹妹说 你信耶稣啊 都是这样 信耶稣不跟父母吃饭 那你说 他父母怎么会信主呢? 真的 我们原来信耶稣 在传说耶稣之前 我们要做好我们生命的榜样 福音于工 当你打算和家人传福音的时候 你不敢在家里不负责任 你不敢不给家用 当你打算和同事传福音的时候 你做事不敢吞泡 不敢那么老土 是不是? 但很多时候我们眼光 我门没有出去 我做好的基督徒 想教会的基督徒就好 这样的时候你怎样有说服力呢? 你叫人信你所说的福音 人家必须要相信你先 你自己都不值得信的时候 人哪信你所说的福音呢? 今天你的信仰可不可以面对这个世界呢? 在我牧会的经验当中 曾经有位姊妹 不是音福堂的 以前我牧会教会的故事 有一位姊妹很喜欢找牧姐聊天 有时候我们计算到 每逢每晚的九点半到十点半 是我高危的时间 因为他打电话给我 他就说 占牧师 我有些很重要的东西跟你说 什么呢? 他就说 教会哪个对我不好 哪个多坏 哪个团契的姐妹伤害我 人家多没爱心 他就说了一整个小时 真的很苦毒 很多冤情要申诉 谁知道呢? 过了几天之后 他在二十九点半打来 说回同一句话 像录音机一样 然后过了一个星期 又打回我的电话 又说回同一句话 一模一样 所以后来我们每逢九点半 听到电话 我跟老婆说 五夜空灵 最惨的是这位姐妹 每个星期 她回来教会聚会 捉了她老公回来聚会 她老公又肯回来 一起坐在崇拜那里 坐了很多年 但问她老公信不信主 我说我不信的 我在想 为什么她又回来 又不信主呢? 难道被老婆迫她回来? 那不管了 后来有一次我跟老公聊天 喂 大兄 不是 这位先生 你回来教会这么久 你福音听了很多 有什么信仰问题 我尝试解答你 我邀请你信耶稣 他就说 你说信耶稣多好多好 我老婆信耶稣这么久 都没有开心过 天天都是 谁害她 谁不喜欢她 谁不妥去 你信耶稣多好 那倒是 看见她老婆的样子 真是忘记想信的 真是 我们很多时候 信耶稣 信耶稣 我们生命没有转变 没有喜乐 我面对不到这个世界 在教会里面 再者女真好 依然故我 怎么信呢? 所以第一个P 你有没有预备 为主做见证先 你的生命有没有转变到先 耶稣说你们要去 你出不了去 为什么? 你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苦读 有很多罪 有很多八卦 有很多罪 你怎么去 你出不了门 第二个P是什么? 报复 就是宣讲福音 宣讲福音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我们三福的见证 如何学会讲福音方法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只要是三个P的其中一个步法 但也是困难的 刚刚上个月 大家不是怎么觉到我在这里 因为上个月我不是在香港 我去了北欧 探我女儿在那边读书 但是逃经芬兰的时候 在芬兰上个月 虽然四月 都是一度两度 很冷的 而且是特别冷的 因为可能近俄罗斯 那些西伯利亚的风吹过来 是冷得我震的 是没有落雪 有落雪和没有落雪之间 我带了拉姆出街 街是没有人的 那些人都落在地底商场那里活动 但是在芬兰那里 我居然看到三个街站 这是什么街站 麻烦你拍一下 是 见不见到 这是什么 对了 这三个街站在不同地方看到的 是露天的 哇 寒风凉烈 我走到街上 都觉得脸都尺子的时候 居然有不同地方 看到一些芬兰的见证人 可以放在街站去传福音 当然有些异端 邪的音 邪音 不是福音 但是我看完之后 我就会有些惭愧 他还是放在教会门口放的 刚刚后面有一间教堂 我看到的时候就说 哇 异端也这么狼的 我们这些正统的去到哪里呢 当然了 福音的传递 不是叫对方抉字的 我相信真正的福音传递 除了解抉字信耶稣之外 我们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是圣经说的 这个刚才的字是门份他们 是门份他们 原来圣经说 不单止叫他们信耶稣 而是叫他们什么 门份他们 叫他们跟随基督 福音只是宣告不够的 是更加最重要的 说服他们跟随基督 我曾经有十二年的时间 在教会旁边的中学做柴经班 因为那时候 我在池云山的木会的时候 刚刚在池云山的教会 旁边就是协和书院 我协和书院那里 很有趣 教学校也认为报道会 报道会有百多人信耶稣 但回头就没有了 知道为什么吗 没有人来 后来那间学校邀请我 去那里做 帮忙学生团剧工作 去到的时候 我见到八多人信耶稣 于是我通常是方文多 方二的信 不理你 于是我在八多人信耶稣当中 我就捉了十个十个 二、三、四、五 午餐厅 就跟他做个福音 跟他查经 查的内容就是 一针券的福音 《价值观传》 整一条新生命新生活 大家都熟了 那时候 有些学生由方文跟我查经 查到方七 我跟着带回教会 他的信仰基础就好 记得 William 你的侄子 我也是带他去查经 查到方法 后来他前一段时间 他也说他很想读神学 他也说 你不要告诉他 不要说我爆了 于是在这个过程里 我就发觉 我叫他缺者是不够的 我跟他说他跟随基督 后来过了十几年 差不多二十几年的时候 有些已经做了教会执事 有些已经在教会团契的 中间分子 福音只是宣讲 差点 还要睡门 睡他们 很可惜 今天我们就是 街人报道会 决志就收工 大功告成 接着以后加给灾培报 或者加给团契 但是你有没有去门睡他们呢 有一个指标很好的 就是《二福所书》第四章十三十四节 我们需要训练到有人 直到读 不如一起读好吗 一起读 一、二、三 直等读 《二福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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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期望的说服对方 成为 长大成人 我记得有一次 以前我做青年工作出身的 每年暑假就有夏令会 有些夏令会 是由中学到大学 一起去夏令会 百多二百日 很开心的 去夏令会的时候 有一次有帮方温仔 就是教会的子弟 方温仔第一次参加教会的夏令会 中学生夏令会 去夏令会的时候 我们长洲池有静修远的进行 你知道那里是山卡拉 电话网络不到 会飞线去大陆漫游 有个妈妈打几次电话给我 我说漫游 当然不听 于是再打几次 那妈妈打几次当然是重要的 于是我 冒着给漫游的费用 就听了电话 听的时候 陈太太 什么事 牧师找到你真好 为什么你不听电话 你快点说 浪费了 牧师 我儿子第一次去夏令会 你帮我做件事 什么事 我会好好照顾他 不用担心 你帮我提他喝水 你儿子中学 喝水 自己会喝 哎呀 不是的 牧师 他很大猛的 不提不行的 哇 听完之后 有电话想担担 你别帮你儿子 入幼稚园 中学生 都要提他喝水 长不长大 哎呀 你别坏 那很多人信了主很久 都要牧师提你 你有没有灵修啊 你算了主 四十年啊 你有没有读圣经啊 你算了三十年啊 你有没有传过福音啊 你算了四十年啊 有没有去为主做见证啊 都要我提的啊 你们 当然 这个是一个 类比 你不是那么正确啊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很抱怯的 甚至很惭愧的 甚至我们都很遗憾的 很多人信了耶稣 喝灵修 祷告 好像你喝水吃饭 熟灵的粮食 但我提你吃啊 是什么现象啊 原来我们说信耶稣这么久 我们没有想着跟随他 原来说信耶稣很久 我们没有被说服跟随基督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难道今天信仰那种软弱呢 教会有无力呢 带兄姐妹缺乏生命的成长 那种见证呢 是不是在这出现了呢 当然了 怎样说服跟随基督呢 耶稣在二十节做出很好的指引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进手 当中也有两件事 一个指标的 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原文是施洗他们 归于父子圣灵 怎样叫施洗他们呢 在在你洗礼的时候 你怎样洗的 你怎样洗的 我因为浸信会出身的 那我说浸会版本 那就是呢 我整个人浸了下水 然后呢 要上来 要不然就死了 然后就死了 就是牧师呢 用低主权跟随耶稣 全说在浸信会有以下的故事 这个是传闻来的 没得验证 就话说 曾经有位牧师去洗礼的时候 通常说 什么什么大兄 你愿意信主的时候 奉主的奉圣父圣子 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予基督同死 同埋葬 怎样洗的时候呢 这位大兄突然隔起一只手 那牧师肯扯一小时 说 弟兄 洗礼的时候 不用隔起一只手 放下一只手 那弟兄 听完呢 仍然不肯放下 那牧师说 喂 放下一只手 牧师我不放下 那为什么洗礼不放下一只手 他说 牧师是这样的 我有个仇人很厉害 我留下一只手不洗礼 我留下一只手 我留下一只手 我其他洗没问题 留下一只手不要洗 但这个手有名堂的 服仇之拳 这个弟兄很真诚 他真的改一套做一套 不是 改一套做 不是做一套的人 但那弟兄姊妹洗礼后 改一套做一套 耶稣 这件事你不要碰 耶稣这件事你不要搞我 耶稣这件事你不要管我 你都不是同死 同埋葬 同復活 生命主权都不交给他 门份这个指标 你放下生命的主权 甚至归于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 你完全生命 韩服于他 与他有好的交往 联系 虽然时间有限 我愈无意我overrun 但是最近看到一段短片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我想播给大家看 请后面AV的影音部 帮我播这段片给大家看 五分钟左右 一个对话 是不是你生命的对话呢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Yes Don't interrupt I'm praying But you called me Called? I didn't call you I'm praying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There You did it again Did what? Called me You said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ere I am What's on your mind? Well I didn't mean anything by it I was just saying my prayers I always say the Lord's Prayer It makes me feel good Like I'm getting my duty done Alright Go on Hallowed be thy name Hold it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By what? By hallowed be thy name Well Mean? Good grief I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It's part of the prayer What does it mean? It means honored Holy Wonderful Well I never knew what it meant Well that makes sense Hallowed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Do you really mean that Mary? Sure Why not? What are you doing about it? Doing Nothing But You know what? I think it would be really neat If you had control of everything down here Like you do up there Have I got control of you Mary? Well I go to church That isn't what I asked you What about that habit of gossip you have? And your bad temper You really have a problem there You know And then there's the way That you spend your money All on yourself And what about the kind of books you read? Stop peeking on me I am just as good As any of those other phonies Down at church Excuse me I thought you were praying For my will to be done If that is to happen It will have to start With the ones who are praying for it Like you for example All right I guess I do have some bad hang ups Now that you mentioned it I could probably name a few So could I All right I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in a while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I'd like to change I'd like to be a good person Good Now we're getting somewhere We'll work on you And I can have some victories That can truly be won I'm proud of you Mary Lord Can we kind of wrap this up? This is taking a little bit longer Than it normally does Give us our daily bread You need to cut down on the bread What? What is this? Criticize Mary Day Here I am Doing my religious duty I'm saying my prayers And you break in And you remind me Of all my hang ups Praying is a dangerous thing Mary You could wind up changed You know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get across to you You called me And here I am It's too late to stop now Keep on praying I'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next part of your prayer I'm scared Scared? Of what? Of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Try me And see Forgive us of our sins As we forgive those That sinned against us What about Beth? I knew it I knew you were going to bring up Beth Why she has told lies on me She has cheated me out of money I swore Lord I would get even with her But your prayer What about your prayer? I didn't mean it Well at least you're honest But it's not much fun Carrying around That load of bitterness Inside Is it? No But I'll feel better As soon as I get even Boy Have I got some plans For old Beth She's going to wish She's never done me Any harm You won't feel any better You'll feel worse Mary Revenge isn't sweet Think of how unhappy You are already But I can change all that You can? Yes How? Forgive Beth Then I can forgive you Then the hate and the sin Will be Beth's problem Not yours You may lose the money But you'll settle your heart I can't Lord I cannot forgive Beth Then I can't forgive you Alright As much as I want revenge For Beth I want to be right with you Lord I forgive Beth I really forgive Beth Help her to find the right road Lord Thank you Thank you This is a short video I watched it It's not the whole video It's still a bit of time It's still a bit of time It's still a bit of time Today's the message This message Is it your life's written? Today we say We believe Jesus But we haven't been warned To follow Jesus Is it your今日's result? And we say We don't have to say Not only about the word The truth It's to say That it's to say That it's to say To follow Jesus Why do we do Every time you have to Every time you have to To say To say That it's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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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say To follow Jesus Today I want to ask 我们的教会还是和稀泥 我们不想我们的弟兄姊妹 生命挂羊头卖狗肉 说信耶稣 但是生命依然故我 我们不是八卦人家 但是我们说服他的方法 不是阴他 我们活出我们的见证 我们的榜样 在教会这年度 开始强调门徒训练 甚至有一个活动 叫做使命时的活动 透过使命时的活动 就是你在下面搭车机器 开始有些篱笔 见不见到 这篱笔就挂了很多使命时 意思是你透过这个 你可以拿一张时 写下你愿意参与 或者曾经做过谁 去培育门徒的工作 你可以写出你的见证 或者你的心得 你的荣耀经历上帝的经验 又挂上这墙墙 让彼此成为鼓励 你的见证 都是帮助人家 跟随基督的见证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气氛 因为气氛就是我们的教会 不是表面信仰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 是一个建立生命 去培育门徒的教会 传福音 不要就像烂尾楼一样 有头威 没有尾震 我们建立对方 是成为真正跟随主的人 在这经文当中 最后一句话 耶稣就说 当我们去传这个福音的时候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今天的教会之所以 没有经历到上帝的同在 因为没有实现大使命 今天的教会 如果不面对世界 做福音与功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里面 一定是玩权力游戏 唯威唯 我排阻你 你排阻我 今天我们不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就高言大致 高举致的宗教行为 的高超 接着我们说 牧师今天解错经 这位组长没有了道 我读过圣经学院 我读过什么课 看过那本书 你的东西不成功 今天教会 如果不再配人 成为门徒的时候 教会就会变成成为 联谊会 同乡会 或者 拖拔 你原来如此 你甘不甘心 教会这样下去 我们一起祷告 当我们低头向上帝面前 祷告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呢 甚至你愿意加入使人成为跟随主的人呢 你跟上帝说 你跟上帝立愿 或者你为恩福堂祷告 那些人就说 恩福堂这十几年变了 有制度 没有福音 那些人说 恩福堂变了 每个人回来在这里真好 没有使命 在那儿围围围 你为教会祷告 更加你才为你自己祷告 主耶稣 我们不甘心 我们的弟兄姊妹 有宗教行为 但是没有跟随你 我不甘心我们自己 做基督徒在这里真好 我们feel good 我们有回教会 好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 但是跟你没有联系 我们不甘心 我们教会失去使命 于是乎我们就在这里 自己在这里真好的感觉 我们不甘心 我们不甘心 我们没有跟随你 没有终于你的大使命 为了做在座的弟兄姊妹 她在在座位里面的立志 祷告 她愿意跟随你的 我们献上祷告感恩 求主你建立他们 使用他们 甚至扭转我们教会现象 我们愿意成为 真正跟随主的教会 成为门徒训练的教会 我们的祷告 仰望 奉耶稣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